现在汽车变得越来越普及了 现在是家家户户有车的年代 当然了车的价格从几万到几千万步的 不知道各位和小编有没有一样的疑惑 那些价格高的车到底有什么优势 无非是百里加速快车开起来稳 但这些优势也不足致以车的价格高几百倍 知道小编近日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才知道 那些豪车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 这是外国的一群小哥开着迈巴赫G650外出越野 这辆车的价格在1200万左右 在视频中先是展示了车的内饰 可以变形的车座 其内超大的空间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两个人睡觉 同时车内的存储空间异常的大 通过变形可以有不同的存储空间 我们看到视频里面的小哥打开座椅 里面可以放一台MAP 在车内可以随时工作 不仅仅如此 当我们把车变形时 更是有一种贫穷限制了我们想象力的感觉 这辆车的车体可以完全打开 如果越野出去 可以在车内进行各种活动 完全不需要帐篷 并且这款越野车造型多变 可以完全适合不同的情境下 真是一车多用 看到这儿是不是也觉得 原来车还可以这么玩 这大概就是和那些低配的车的区别吧 我们开车是为了带步 而那些土豪是为了好玩 为了炫酷 只能说有钱人的世界 我们真的不懂 我们下车帐 blender 我们下车帐